也奥布莱泽再次显现在人世间 而这次他要面对的对手正是假冲怪兽塔加鲁拉 恐后无效转立上手 布莱泽再次上手 这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怪兽 居然让布莱泽无法进身 时间来到昨天晚上 一阵妖气泛过之后 怪兽塔加鲁拉从地底冒落出来 并且贪婪的吞食液化提特利姆 怪兽分险队基地内 板腾太信正在向队员介绍 特战兽阿斯加龙的性能 就在此时 副队接到紧急通知 队员们也感觉大事不妙 一夜之间 全球众多国家的液化提特利姆储存 被洗尖一空 还是副队长聪明 一看就知道 这不是人干的事情 舱边会没力麻前去调查 他所在之地 正是当地最大的液化提特利姆储存基地 而此时的怪兽正对着此处快速移动 移动中 他的躯体不断变大 果然一阵地动山摇之后 甲冲怪兽杀了过来 在队长的命令下 全员迅速出击 而此阵准备使用阿斯加龙出击 副队坐镇总指挥 美男性灵负责驾驶 队长负责攻击 在一切准备完毕之后 阿斯加龙逐步进入发射程序 随着大体之门缓缓打开之后 阿斯加龙气势拉风地伸出机防外 这是阿斯加龙的首次升空 跑在升空相当顺利 随即对着甲冲怪兽飞沉而去 随着空军的一番密集的炮火攻击之后 舱边惠美发现 他体内温度揍省 似乎有大爆炸的危险 惠美分析 如果他发生内爆 那爆炸半径将超过10公里 就在此时 阿斯加龙及时赶到 在队长的汇报下 空军停止了攻击 这下是时候让阿斯加龙露一手了 只见阿斯加龙张开大嘴巴之后 先与怪兽来一招 剪子石头布 甲冲怪兽倒也不拒 他体内温度超过3000度 阿斯加龙瞅准时机先发制人 在抓住这祸的脑袋之后 就是一番狂排 但甲冲怪兽的大镰刀相当厉害 一刀下去 对阿斯加龙造成一定的压制 随后便与甲冲怪兽展开力量的对峙 队长命令心理开火 阿斯加龙一拳之后 口中的阿斯火焰离子炮开始蓄能 随着离子炮的发射 甲冲怪兽的镰刀被击断一枚 阿斯加龙称称称又上去补了两拳 随即又给了他一招天马流星拳 但这一拳阿斯加龙用力过猛 居然造成自己的左拳受伤 随后居然遭受怪兽反打 阿斯加龙一个站里不稳 便趴倒在甲冲怪兽的面前 姓黎玉队长也是首次驾驶着玩意 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重启他 队长已重启阿斯加龙为由 一个人冲出了机舱 失去对手的甲冲怪兽 一头扎进罐内贪人的吸食起来 此时他体内温度超过一万度 千军一发 队长又必再次主动装备升华器 在队长再次投避之后 一阵耀眼的光芒泛过之后 布莱泽奥特曼从天而降 面对贪婪吸食的甲冲怪兽 于是便出现了 故事刚刚开始烫手的一幕 被烫聪明的布莱泽 开始使用手掌切割进行攻击 一番骚扰战术之后 终于阻止了他的吸食 布莱泽与怪兽的大战就这样一触即发 但仅仅才一个回合 布莱泽便被甲冲怪兽钳制 挨了其一拳后 一镰刀拍在地上 随后又重一脚后 被硬生生的给顶飞出去 贪食的甲冲怪兽再次搬向储存馆 他若再吸将马上爆炸 阿斯加龙机甲内 美男信尼受到太性的指令 于是他手动启动了尾部导弹发射 树莓导弹一瞬间全部冲出 对着怪兽呼啸而去 我说信尼啊 这么轰不会将怪兽直接给轰内爆吗 但好在有惊无险 倒地的怪兽并没有内爆 布莱泽趁机跳了过来 忘记刚刚挨烫的他 抓取不成之计 差点被压在身下 好在关键时刻 布莱泽忍住烫伤 一把抓住怪兽的脑袋之后 此时布莱泽一红灯闪烁 但假冲怪兽的脑袋已超过100万度 在布莱泽的坚持下 只听砰的一声 一束高热光线喷射到空中 这一下 总算将他体内的高温释放掉 布莱泽见这家伙凉了下来 于是召唤出他的大表枪 一枪下去 别将这家伙同胞在一片火海之中